運動 凌晨十分 基隆康媽定魚市仍舊人身晶費 受到疫情影響 這一處北台灣最大的漁市場 人潮已勝不到三成 讓攤商相當無奈 不過部分 叫卖摊位还是出现人群聚集的情况 因此在严格执行戴口罩及QR Code 食联制等防疫措施后 金融市长林游昌表示 将与渔市自治协会方面讨论 是否在地面划设区隔线 提醒采买民众保持适当距离 在Campatin的渔市 目前就是一个加强管理的这种机制 原则就是要分流 第二就是人流希望要降载 那我们确实要求每一个摊商 一定都要戴口罩 而且要做好自身防护的一个防疫的工作 这一点务必要落实 而且要做的确实 那每一个摊位呢 全部都是实名制 实联制 设置QR Code 来让这个消费的民众 来做这个流制相关的一个资料 我们会进一步跟这个自治会 还有所有的摊商来研绎 来进一步研绎 看是不是要在地面上 强制性的去画制一些 间隔的一些点 比如说用油漆在地面上 喷一定的适当的一个间距 来让这一个人潮跟人流 能够保持一定的一个间隔 关于这一点我们会进一步 再跟这个自治会这边 来做进一步的一个商议 据了解有台版逐地市场称号的 基隆卡马定渔市 营业范围主要在中二路到中三路间的 效益路两侧 摊位数将近百摊 因为物美价廉 常吸引许多外县市民众钱来采买 记者张旗藤金融报道